每到周末就特别期待幻觉之城 又会带来怎么样的精彩表现 因为节目全新的表演形式 加上创作人经验的表演 观众们看的是过瘾 但是最新一期节目 请来了流星花园的五位主演 而且与他们合作导演 是拍过小若莉的侯神大叔的印度导演 大家都知道 宝莱坞的风格就是群舞他们此次的表演 就是一个童话故事 沈月化身一个玩具想要跳舞 王鹤蒂饰演的玩具 为了帮他完成心愿 把自己的电视给了他 虽然这几个新人的眼睛看着有点尴尬 不过演员们卖力的表演 还是挺打动人的表演结束后 何炯让王菲来评价 王菲说了三个字 孩子气 沈月解释说 初心才是最打动人的 一连点自信的模样 后来何炯又安慰说 毕竟他们都是小孩子 对于他们第一次来说算是积累经验 最后总结的时候 何炯打圆场说 你也可以从每个作品里找出笑话 这个也幼稚 那个野孩子气 王菲立马反应过来说 再说我们 何炯做了一个鬼脸默认的 一直都很照顾新人的何炯 为了抱不平还调侃了一下王菲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